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载速度 缓冲质量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3.4.37 2018年7月21日15.01分57秒 播放流水4911BB64A972165931DA801113266F270201 本地日识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几紧 中国蓝队79比664洛巴尼亚古今就是8加5中国认胜赛三联胜 按住画面移动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斯洛文尼亚古今秋18加5中国热身赛三联胜 市场约1分45秒 腾讯体育8月分运讯 由于印尼亚加白亚运会赛程的问题 中国南篮红队将会参加2018斯坦科维奇杯的比赛 以此来保持状态 这样 中国南篮红蓝两队将会同时参赛 不过球迷早已期待的两队直接碰面并不会出现 但是在四杯14年的历史上 这是第一次红蓝两支中国队同时参与和高水平对手之间的聚逐 2018年斯坦科维奇被监狱8月14到17日在深圳举行 按照此前的计划 将由中国南篮 蓝队参赛 对手魏芬兰 克罗蒂亚和突尼斯 不过由于南篮红队的亚运会赛程可能有变 因此 红队也将参加 不过他们的比赛不参与最终的积分合牌 明 亚运会上 中国南篮本篮和哈萨克斯坦 巴勒斯坦同分在一组 球队数量比其他三个小组要少一支 但是由于巴勒斯坦队退赛 于是中国南篮这个小组 就仅剩下了哈萨克斯坦一个对手 按照原先的赛程 中哈两的第一场比赛时间是8月19日 出现之后一次决赛的比赛时间是8月28日 这中间竟然相差了整整9天 这对于中国南篮状态的保持是非常不利的 因此 中国南篮方面通过和亚组委的沟通 期望将中哈两队的小组赛时间调整至8月23日 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时间仍然是8月28日 如此的话比赛节奏就正常了 对于球队的状态保持比较有力 不过还没有最终敲定 不过中国南篮距离首场亚运会的比赛时间 又往后推迟了4天 所以只能找一些热身赛来保持状态 于是南篮红队将和蓝队一起参加四杯的比赛 不过他们只打两场比赛 8月14日将对阵首个对手非洲冠军图尼斯队 16日与第二个对手克罗比亚队交锋 而南篮篮队则要与芬兰 图尼斯和克罗比亚三队交手 值得一提的是 求你们所期待的红篮两队的面对面PK不会战演 但这是四杯十四年历史上 首都要红篮两支中国南篮参赛 上届人穿亚运会中国南篮剑列第五名 本次亚运会周期和兵燕宇航回归 南篮红队将以最强阵容出展 姚宁将作为领队带队 足以看出对于本次亚运会的重视程度 白鞭